他们说是客户试驾 然后我去报警的 报警 然后公安就是说 卡口就各种那种道路的监控啊 拍出来这辆车都是 那个负责人在开 他们店里的人在开 他要追究法律责任 那我们也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女子将保时捷放在车行寄买 结果车没卖出去 公里数却涨了四千 而且车身上还发现了很多的划痕 眼前这个十分气愤的女子 只软女士 据她说 自己之前有一辆保时捷豪车 开了一年多以后 她感觉手头有点紧 于是为了周转资金 想把车子卖掉 这下将车子放在这家车行 委托对方将自己的车子卖掉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家车行如此不靠谱 一段时间过去了 车子非大没卖出去 公里数却涨了四千多 对方解释说 是客户试驾开出去试驾了 但这样的理由 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两个月的时间 试驾怎么可能这么多公里数呢 如果有这么多顾客试驾 为什么自己的车子 到现在还没卖掉呢 而且自己的车子 都开了这么多离城 对自己的车子价值 是有折损的 于是阮女士选择报警 请求民警调查清楚 到底是谁开了她的车子 之后调取路段监控 发现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驾驶阮女士车子的 几乎都是店主和店员 报警然后公安就是说 卡口就各种那种道路的监控 拍出来这辆车都是 那个负责人在开 他们店里的人在开 两个月开了四千公里 也就是说平均一天开了七十公里 对此阮女士感到非常气愤 阮女士感觉这个车行不靠谱 就准备把车子拿回来 可结果一个星期后去提车 车身和轮毂又出现了严重的划痕 他说你这个车开过来之前 就有这个划痕的 但是我开过去之前 我刚好去检测站 做了一个检测报告 就对我所有证据都在 那我就 我就隔了一个星期 我怀疑他就是故意 一开始车行抵赖 说车子开来之前就有划痕 多亏阮女士提前早有准备 把车子开到检测站 做完全面检查后 才送来的 于是阮女士再次报了警 确实后来在 就公安机关那边也是承认的 这个车就是他们不小心弄坏的 然后到那个时候 其实车已经开了四千公里了 报警后 店里终于承认 是他们不小心划伤 后来经过警方调解 车行答应赔偿五千元的公里数损耗费 但车损费一直没有谈下来 于是阮女士起诉了车行 去年11月 法院判决车行赔偿阮女士 一万九千多元损失 可是这笔钱她一直都没有拿到 无奈之下 阮女士只能找到媒体求助 当时的时候我在开的时候 也跟她说的 有违证的也跟她说的 我说这个车子我在开的 她也同意的 派出所都有那个 我听她那次好像觉得 咱们开的供收点 有点有点 对那我当然我钱也赔给她了 你现在还要去法院起诉 对吧还要说还要让我来 他说是那个维修 乱来嘛你这个东西 大家要凭良心的 你那个时候按揭还不起了 我帮你还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来说呢 这个车是因为车放在 他们这里寄卖 所以这中间我按揭费用还不起 那我也是希望 他们赶紧把车卖掉 那这个时候我去找他们帮忙 我觉得也是合心合理 而且所有的钱 我都已经还给他们了 那我来收你任何费用了吗 包括利息 我什么都没有来收你 此时看到记者的到来 车行的祝老板很是委屈的说 他们开这辆车 是跟阮女士提前说过的 而且阮女士按揭还不起时 他们还帮忙还过 也没要过利息 所以现在阮女士的行为 完全就是无理取闹 就白眼狼 之后记者也看过 双方签订的合同 车老板预付购车定金 人民币五万元 被注重明确写明 此车为记买车辆 价格不定 先付五万定金 其余的价格 在卖了车之后再定 原来阮女士这辆车 是按揭购买的 当时也确实找过车行 可以还过按揭 只不过在阮女士看来 既然是定金 焦不存在利息一说 况且现在他早已经将定金 还有按揭钱 一并还给了车行 可一听阮女士这么说 车行老板一下就炸了 扬言我还要起诉他呢 法院判了要有一笔 一万九还是一万八的 这个 一万九 维修费用 那我这个东西 我肯定要考虑过的 要不要起诉 我还 我肯定要起诉的 他要追究法律责任 那我们也要维护 我们自己的权益 对不对 不是说我现在 要抵赖这个事情 不可能的 目前判决书 已经下来超过两个月 但车行完全没有赔偿的意思 现在看到车行的态度 接下来 阮女士只能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要知道 法院强制执行 对被执行人的影响是 会对其采取冻结存款 扣留收入 查封财产等措施 对于被执行人 有能力履行而拒不执行 可能会被拘留或者罚款 情节严重的涉嫌构成 拒不执行判决罪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而作为店方 既然是开门做生意的 承信肯定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不管是买和卖的顾客 都应当尊重顾客 维护顾客应有的权益 这样生意才会越做越大 既然答应为顾客卖车子 就应当为顾客保管好车子 而不是趁机私自偷开顾客的车子 并且还损坏车子 给客户造成经济损失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知识阮女士 对店方提出赔偿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